新京五谷区工商路的民众一定都会发现 这里出现了一栋新颖的建筑 原来这个是日前正式启用的五谷市民活动中心 蓝白时尚外形的新地标 未来将会开办许多的课程 虽然启用典礼当天下了大雨 但是丝毫不影响参与者的心情 因为这栋全新外形又时尚的市民活动中心 在市长侯友宜以及贵宾的街牌下正式启用 这个活动中心其实对我们长辈们一定最好用 因为我们要做社区照顾官怀祭典 允法俱乐部 这还有多多媒体功能 更可以动健康的孕育教室 更可以演习 所以这一个是中北最好的一个外团中心 全新启用的五谷市民活动中心 不但外形看起来相当强眼 里面每个隔间采光都非常良好 在这里上课的老师或是学员们 都觉得心情格外不一样 新的活动中心上超话 给我们感觉是整个很清爽很亮 很阳光 而且就一个配合绿建筑 所以适合我们超话班来使用 活动中心启用之后 可以加汇明义五福六福五谷 以及路易等五个礼 大约一万八千名市民使用 也能提供银法俱乐部 社区关怀据点等用途 记者沈正林锦鱼五谷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到 看看 感谢观看